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那天晚上,我刚下班刚走出电梯,就听到家里传来了吵闹声。 因为我担心我妈有事,我立马冲过去掏出房门钥匙开门进家。 谁知在家里,我却看到两个熟悉的背影,对方不是别人,而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没有来看过我一眼,跟我们也没有任何联系的爷爷和我爸。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爸却突然走过来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听了后气愤不已,随后我不慌不及地做法让他们落荒而逃。 我给我妈在广州买了一套房子,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地段好,价格也不便宜。 我故意把我给我妈买房的事告诉表哥,表哥和我配合得很好。 在他肆意散播之下,很快家里的亲戚就知道我给我妈买房的事了。 我妈突然变得腰杆挺直,而且走路还带风,她脸上多了很多笑容。 这一幕看着有些心酸,因为我妈当年就因为生了我这个女儿,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听说我爸和我妈是惊人介绍认识的。 当年我妈不嫌弃,我爸家里穷,两人认识没多久后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因为我妈长得黑黑瘦瘦的,奶奶担心我妈不好生养,所以我妈嫁进我们老张家后,她经常给我妈脸色看。 特别是婚后,我妈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这可把我奶奶急坏了,她经常指桑骂槐地骂我妈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我妈敢怒不敢言,而我爸呢,因为是妈宝男的缘故,每次奶奶辱骂我妈,她都不敢吭声。 就因为我爸的这一态度,让奶奶对我妈百般刁难,而我妈因为不想离婚,所以就选择忍气吞声。 婚后第三年,我妈的肚子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因为大家都期盼妈妈能生一个男孩。 所以,自从我妈怀孕后,奶奶就想尽办法寻找生男孩的偏方。 可几个月后,我妈却生下了我,奶奶知道我妈生下的是女孩后,她躺在地上哭了好久。 就因为我妈生的是女孩,在我妈生下我第三天的时候,奶奶就逼迫我妈下地干活了。 用奶奶的话来说,那就是女人生下孩子后没有坐月子这一说法,该干活的时候就要干活。 我们家可不养闲人,面对奶奶提出的这一无理要求,我妈本来是不想同意的。 可我爸不敢维护我妈,所以在我妈生下我后不久,就开始下地干活了。 因此她落下了月子病,经常会头痛,上了年纪后,她关节会经常痛,有时候晚上痛到睡不着觉。 在我六个月大的时候,奶奶就强制我妈给我借奶,理由是她们想让我妈生二胎。 因为我是女孩,在农村谁家要是没个男孩,好像是有皇位要继承似的,越穷的人家就越想生男孩,我家也不例外。 不知道是当初生我的时候没有补好身体,还是因为其他某些原因,我妈一直被孕,却一直没有怀孕。 因为心急抱孙子,所以在我妈一直没怀孕的情况下,奶奶变本加厉地对我妈。 家里总有那忙不完的活,即便是在我妈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奶奶还叫我妈下地干活。 我妈动作稍微慢一点,奶奶就会大声呵斥我妈,她总觉得我妈是故意在偷懒,生病只是我妈找的借口罢了。 我妈欲哭无泪,但因为不想让我爸和我为难,最后我妈选择了忍气吞声。 可奶奶并没有因此而放过我妈,因为我妈没能如愿怀上二胎,所以奶奶就怂恿我爸和我妈离婚。 因为长期受到奶奶的欺负,加上我爸不作为,最后在奶奶一次又一次地逼迫下,我把选择和我妈离婚了。 我爸和我妈离婚那年我五岁,我妈二十六岁,因为我是女孩的缘故,父母离婚时我爸主动放弃了我的抚养权。 离婚后,我妈本想带我回外婆家住的,可舅妈因为怕我们连累她们,所以当我妈带着我回娘家的时候,舅妈竟拒绝让我们母女俩进家。 就这样,我和我妈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日子,不久后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亲戚家的老房子。 老房子阴暗潮湿,而且屋顶破烂,雨天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我们的床经常被淋湿,屋子里到处都是雨水,每当这个时候,我和我妈就会抱头痛哭。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发誓,我一定要努力读书,我要用知识改变我的命运。 等我长大后,一定要努力工作。 然后,给我妈买一套属于她的房子,我绝对不会让她受气,绝对不会让她一直漂泊不定。 一个女人独自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生活,又谈何容易呢? 记得小时候,我妈每次下地干活,都会把我带上,就连她去给别人干活时,也会带着我去。 因为没人帮忙带我,而我年纪还小,所以我妈不放心,我一个人独自在家。 我妈和我爸刚离婚那几年,我和我妈的日子过得真的很苦。 我妈四处打零工的钱,仅够我们母女二人的日常开支,她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存起来。 我的学费都是她四处借来的,等我上学后,她才有更多的时间帮人做事。 我们的日子才慢慢好转起来。 有人劝说,我妈再婚,找一个条件和她差不多的男人,嫁了。 因为和我爸不幸的婚姻给她带来的伤害,加上我妈不想,我受委屈,所以她婉拒了别人的好意,选择一个人独自把我抚养成人。 为了让我在好一点的环境下生活,同时为了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久后在我妈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母女俩搬到县城住了。 在那里,我妈也顺利找到了工作,我们的生活也总算安稳了下来。 为了替我妈减轻负担,我七岁左右就会做饭,每天放学回家后,我就会做饭等我妈下班回来吃,我们母女俩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而这么多年来我爸从来没有给我抚养费,同时他也没来看望过我,包括舅舅和舅妈他们在内,因为担心我们拖累他们,在我妈和我爸离婚后,他们也和我们断了联系。 唯独外公和外婆,他们放心不下我和我妈,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过来看望我们。 每次过来,外婆他们都会给我们带一些,自己种的东西,偶尔也会给我一些零花钱。 就这样过了十多年,我早已大学毕业,并结了婚,而此时我妈也到了退休的年龄。 因为常年劳累,所以我妈看起来要比同龄人要劳很多,才四十多岁的她早已满头白发。 这么多年来孤儿寡母的我们,很让人瞧不起,为此我们受了不少委屈,吃了不少苦头。 在以前那个年代,离婚的女人在农村是会被人取笑的,我妈因此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她活得很卑微,处处讨好别人,她生怕惹怒别人丢了工作,然后养不起我。 就因为这样软弱的性格,所以我妈在工作中经常被同事欺负。 我妈每天做最苦最累的活,到月底却拿最少的工资,我们又气又无奈。 婚后,我和老公商量后决定,给我妈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因为她这辈子太苦太累了。 我想让我妈安度晚年,我想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我妈,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好在老公也支持我的决定,不久后,我用自己工作后辛苦攒下来的积蓄,给我妈贷款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拿到房子钥匙的那一刻,我妈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不久后她就搬行李住了近了。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以前和我们断了联系的亲戚,开始和我们有了往来。 舅舅一家三口更是时不时就会过来看望母亲,一次聚餐时,舅妈看中我给我妈新买的一个名牌包包。 舅妈开口问我妈要,我妈当场拒绝了她的请求,当天舅妈很不开心地就离开了我家。 原本保证会替我们保密买房子一室的,舅妈因为我妈没给她那只包包,就怀恨在心。 回老家后,舅妈就到处宣扬我给我妈买房的事情,没过多久,家里所有的亲戚都知道我给我妈买房的事了。 很多多年不建议的亲戚,包括我爸在内时不时就过来家里找我妈。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得知,我爸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原来啊,这么多年来他出了好几个女朋友,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走到最后。 所以直到现在他都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不久前他突然听舅妈说我给我妈买了房, 他心里很不平衡,于是便过来找我和我妈。 我爸苦苦哀求我妈,说是他和我妈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大了, 现在各自都是单身,所以他想和我妈复婚。 我妈一听,当场拒绝了我爸。 我爸不死心,天天过来家里找我妈。 为了让我妈回心转意,我爸处处讨好我妈,我爸一改以往懒散的习惯。 每天他都会给我妈做早餐,甚至还陪我妈去买菜,散步。 我妈不舒服,他就给我妈煲汤喝,还帮我妈搞家里的卫生, 我爸甚至还帮我妈洗内衣裤。 我曾私底下问过我妈的态度,他说他心里是记恨我爸的。 但为了报复他以前的薄情寡义,他故意让我爸帮他做事, 以此来弥补以前我爸对我们的亏欠。 这样他积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怨气才能消除,他才能安心过好余生。 因为知道母亲这么多年来很不容易,我心想只要他开心就好, 他想怎么做,我都支持他。 但自从我爸过来找我们后,我一直不愿意和他说话, 因为当年他的薄情寡义,伤透了我们的心, 我做不到像没事一样原谅他。 我妈也许是因为还没忘记我爸,也许是真的想报复我爸。 我妈对我爸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 对此我心里虽然感到有些不满,但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我始终相信我妈会处理好此事的。 一天晚上,我下班刚回到家门口,便听到屋里传出吵闹声。 我担心我妈有事,于是便立马掏出钥匙,打开门进去一看究竟。 谁知在客厅我突然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对方不是别人,而是我爸和爷爷。 看到我回来后,我爸笑嘻嘻地走过来, 然后把我把拖鞋从鞋柜拿出来,让我换上。 随后,我爸笑着告诉我,他决定了从明天开始, 他和爷爷就搬过来和我们同住。 因为自从奶奶去世后,爷爷的身体就大不如前, 最近经常生病,所以我爸决定带着爷爷搬过来和我们同住。 他觉得这样也方便照顾爷爷。 我妈一听,自然不会同意,随后我妈便和我爸吵了起来。 我爸说他都的年纪也越来越大,而且他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照顾起腿脚不方便的爷爷来说,真的是力不从心。 想着我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他们打从心里感到高兴。 我爸觉得现在我就是他的唯一, 所以他想让我给他养老送终。 我一听觉得我爸的想法荒谬至极, 因为从我五岁开始,他就没管过我, 更没养活我,他凭什么过来让我给他养老送终? 让我们赡养爷爷? 我觉得可笑至极,当年他和奶奶不是一直嫌弃我是女儿吗? 他们不是逼我妈和我爸离婚吗? 这个时候来找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见我们不为所动,随后我爸便开始亲情排, 他开始和我们诉说这么多年来, 他是如何如何的不容易, 但我们并没有理会他。 在我爸和我们诉说他这么多年来的经历时, 爷爷颤颤颠颠地去参观我们家。 随后我爸说我妈现在退休在家, 无事可做, 所以他打算把爷爷接来和我们同住。 我爸还提议让我妈从主人房搬出来, 然后把主人房让给爷爷住。 他和我妈就睡客房, 我妈一听急了, 因为他从未想过和我爸复婚。 我妈表态后, 爷爷突然快步走过来, 大声指责我妈, 说我妈不孝顺, 她都那么大岁数了, 我妈还故意气她。 爷爷还说我是她的孙女, 我就有义务给她养老送终。 我爸现在身体也不太好, 我更有义务照顾我爸和给我爸养老。 我不愿意和他们继续纠缠下去, 随后我下了逐客令, 谁知我爸和爷爷却耍起赖赖。 他们坐在沙发上不愿意离去, 就在这时, 我妈突然给我使了一个脸色, 我立马会议她的意思。 随后我妈跑到阳台, 她打开阳台窗户 并爬了上去, 然后扬言要死给我们看。 我妈嘴里不停念叨, 说这都是被我爸和爷爷逼的, 她死后一定不会放过我爸和爷爷的。 我妈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坏了我爸和爷爷, 我趁机告诉他们, 我妈和我爸离婚后, 不久她就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妈一不顺心, 或者是受到刺激时就会寻死觅活的, 这么多年来为了给我妈治病, 我借了很多钱给我妈看病。 我还告诉我爸他们, 这套房子其实是租住的, 我并没钱买房子。 买房子的事, 只是我舅妈随口一说的罢了。 如果我爸要是忘不掉我妈的话, 那么他们就复婚吧, 这样也能减轻我的负担。 我爸半信半疑, 随后我进房间把病历拿出来, 让我爸瞅瞅。 我爸一看到病历, 本就吓坏了。 他立马拉着我爷爷, 转身就要离开。 我顺势追出去, 说要帮我妈收拾衣服, 然后让我妈跟他们一块离开我家。 我爸和爷爷跑得比兔子还快, 不一会儿他们就下到楼底下了, 看着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 迫不及待地离开。 我心里觉得无比心酸, 也许是因为害怕我妈是他们的累赘, 从那以后起, 我爸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我和我妈的生活 也开始恢复了平静。 我跟儿媳妇的午饭刚端上桌, 我就接到了儿子陆锦诚的电话。 陆锦诚的声音里满是疲惫, 这让我心疼得不得了。 他先问了我几句情况, 随后说道, 妈,我爸贪了。 扑,我大笑, 这是喜讯啊。 儿子你晚上想吃什么,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陆锦诚那头沉默半天, 艰难开口, 妈,我是想, 你能不能去照顾我吧? 当初陆铭那个老畜生抛弃弃子, 为了小三把我们娘俩赶出了家门, 他瘫痪了我放鞭炮庆祝, 还来不及, 儿子居然让我去照顾他。 我的儿啊, 是不是上班太累, 把脑子上坏了? 妈, 我知道爸当年对不起你, 但他一直对我挺好的, 我不能不管他, 我沉默了。 我含辛茹苦地把陆锦诚拉着打, 说实话, 我小时候穷怕了, 所以即使我自己饿肚子, 都没有在物质方面 亏待过陆锦诚。 陆铭对他好什么呢? 初中的时候, 陆锦诚想要摩托车, 太危险了, 我没给他买, 陆铭给他买了。 隔天陆锦诚骑车撞了人, 我赔了十八万。 后来陆锦诚爱上滑雪, 在他学业不紧张的时候, 我会带他去滑雪场玩玩。 他追求刺激, 想去滑野雪, 我不同意, 陆铭就带他去了。 那天遇上了事故, 致使陆锦诚眼睛受伤, 视力受损, 从此在无缘飞行员的梦想。 他滑雪受伤住院, 跑前跑后的是我, 忍受他撒气的是我, 为他未来打算的也是我。 陆铭对他的好, 都有我在后面擦屁股, 可他偏偏觉得, 陆铭那样是对他好。 妈, 现在我爸已经遭到报应了, 你可怜可怜他好不好。 他遭报应, 不是活该的吗? 在我看来, 贪了怎么够, 一头撞死那才好。 我可怜可怜他, 当初他出轨的时候, 怎么不可怜可怜我。 儿子, 儿媳出来吃饭了, 我先考虑考虑。 我没答应陆锦诚, 只是松口, 我可以去看陆铭一眼。 陆锦诚却不知为何笃定, 我在见到陆铭的时候, 会放下心结, 照顾那个老畜生。 我跟着陆锦诚来到了前夫陆铭所在的疗养院。 环境不错, 绿树成荫。 陆铭就算瘫痪了, 照样中气十足, 还没到门口我就听到了他呵斥护工的声音。 我儿子没给你钱吗? 去你马的, 给老子换点肉来。 陆锦诚皱了皱眉, 开门后对护工道了拒歉, 让护工先出去了。 陆铭眼含热泪, 淑芬儿, 你来了。 我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女人, 这么多年也就你把我照顾得舒心一些, 那些护工都是为了钱, 一点都不贴心。 我当年给你当免费保姆, 给你脸了是吧?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他妈的白日梦呢? 我冲他和善地笑了笑, 陆锦诚见气氛还算和谐, 长舒一口气。 他晃了下手机, 表示还有工作, 就把我留这儿照顾陆铭了。 真是我的好儿子啊。 我倒是也没着急走, 踩着我的小高跟坐到了陪护椅上, 对着陆铭嘲讽道, 你真可怜, 这么早就遭报硬摊了, 不像我依旧健康还能找老头。 想了想, 我翻出跟各个老头的合影给他看。 你看, 这个是老李, 当年多亏他辅导诚诚学习, 比你有文化多了。 这是我们对门的老王, 我们孤儿寡母的水桶都是他给换的, 比你有男人味多了。 这个是我的舞伴刘哥, 温文尔雅, 长得又有气质, 不是我说, 跟他一比, 你给他提鞋都不配。 当年幸好跟你离了婚, 不然早晚都会被你 这副丑样子给恶心死, 那个三姐不是嫌你恶心才跑了吧? 我捂着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别看路明摊了, 气性可不小, 一双眼珠子瞪得快要蹦出来了。 护工为了工资要小心照顾他, 我可不触他。 见他不服, 我反手拿起地上的拐杖, 挥舞得虎虎生风, 一下又一下, 专挑他肚子抽。 陆明疼得嗷嗷叫, 叫嚷着他要杀了我。 我反手拍下他的丑态 发给了陆锦诚。 这下儿子应该明白, 我跟这个老畜生之间的矛盾 是不可调和的了吧。 临走还是觉得不够解气, 于是我又返回去 对着陆锦诚的脸吐了口水。 呸, 老不死的渣男, 见他一个摊子就差, 被气到原地康复, 我才踩着我的小高跟, 施施然离开。 哼, 让老娘伺候这个老畜生, 做他妈的美梦去吧。 可我没想到, 那个老畜生为了隔应我, 飞妖把我绑在他身边, 还使出了舆论逼迫的这一招。 儿媳妇江阳如今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行动不变, 陆锦诚工作忙, 都是我帮儿媳妇洗头。 这天, 我正给江阳吹着头发, 门被敲响了。 一个夫妻调解节目组找上了门, 年轻的调解员带着甜美的笑容, 跟我简单讲了下他们此行的目的。 节目组接了陆明的委托, 希望我这个前妻去给他养老。 我皱着眉头疑惑, 前妻对前夫没有养老义务吧? 当然没有, 但陆先生说你这么多年都在等他, 他可以跟你复婚的。 我当即掏了掏耳朵, 怀疑自己听错了。 是这样的。 调解员拿出了采访陆明的录像。 陆明对着镜头大言不惭地说, 我知道当年是我伤害了他, 我现在也后悔了, 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结婚, 孩子也没有改姓, 他一定是在等我, 虽然他嘴上不承认, 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有我。 哦, 恶心死了。 我在调解员的声音中放空目光, 我现在怀疑陆明不只是他了, 可能脑子也出现了什么问题, 要不然他为什么会觉得我那么揍他, 是心里还有他呢? 调解员继续喋喋不休, 一个劲地想让我去跟陆明再当面聊聊。 说什么, 毕竟结婚那么多年, 即使离婚了也有情分在, 互相照顾度过老年生活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我呸, 他已经贪了, 他能照顾我, 还不是想逼我给他当免费保姆。 我的眼神越发不善, 还不等我说什么, 我的儿媳妇江阳挺着大肚子走过来, 先我一步下达了逐客令。 他秀气的眉毛紧紧拧起, 你们是调解节目组还是强盗节目组? 听不见我婆婆不愿意吗? 你们要是再不走, 我就把你们的摄像机给砸了。 摄像师连忙抱着设备后退几步, 毕竟江阳现在是孕妇, 但凡出点闪失, 他们节目组可担当不起。 等把那群人吓退, 江阳转过身来, 对着我撒娇道, 妈你看我头发还没干呢。 哎呀, 被这个节目组一打岔, 我都忘了。 样阳现在可是孕妇, 不能着凉。 我内心喜滋滋地从屋里 拿出吹风机来, 给江阳吹头发。 这儿媳妇要比儿子贴心多了, 不愧是我亲眼相中的儿媳妇。 从我见到江阳的第一眼起, 我就特别喜欢她。 在知道陆锦诚跟她谈恋爱后, 我的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漂亮又可爱, 笑起来还有一对小酒窝。 陆锦诚把江阳带回家的那天, 我在厨房里哼着小曲洗着菜, 不小心听到了陆锦诚的余孝男发言, 我妈养我长大不容易, 所以你以后要好好孝顺她。 我当即冲出去给了陆锦诚一个大笔兜。 你是手脚残废了, 还是怎么着? 谁妈不义, 谁弥补你不知道吗? 余光瞥见江阳好像被吓到了, 我连忙缓下声音, 别害怕, 阿姨身体挺好的, 你要嫁过来, 肯定不用你做家务, 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 江阳愣正地点了点头。 我自认为陆锦诚这小子能成功娶到江阳, 我这个拎得轻的婆婆功不可没。 在他俩婚后, 我从不掺和小两口的事情, 也不会对他们的决定指手画脚。 慢慢地, 我跟江阳在相处中感情越来越好。 江阳也知道我跟前夫陆明的那些破事。 不同于陆锦诚对我后来, 死活不跟陆明复婚的不理解, 江阳会轻轻地抱住我, 说我很伟大, 说我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也许, 男人真的永远都无法真正与女人共情吧。 即使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那天后, 节目组又来敲过几次门, 我实在恼恨, 他们打扰了江阳的休息。 江阳七个月本来运返状况就严重。 无奈, 我只好同意了去疗养院跟陆明当面调解。 在路上, 调解员还是那一套老生长谈, 反复强调陆明的可怜。 我冷声道, 你看他可怜, 你去照顾, 我只觉得他可恨。 到了疗养院, 陆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着镜头演戏, 声泪俱下地诉说着他的悔意。 我闲雾地偏过脸去, 后悔了你就去死啊。 看看老天能不能看在你的悔意上, 给你重来的机会。 陆明故作深情地看着我, 甚至想拉我的手, 被我避开。 他自以为是的说, 别说这些气话了书分, 儿子都跟我说了。 这些年, 你根本没有找别的男人, 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贤惠又持家的好女人, 我愿意把我的下半生交给你照顾, 我们复婚吧。 哦。 他就是传说中的普信男吧。 那么普通, 又那么自信。 调解员带头鼓掌,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嬉嬉落落的掌声。 我被隔应得不行, 调解员还带着甜美的笑, 继续上前劝说我, 您看陆先生对您还是有感情的, 您作为一个善良的女人, 我瞇了瞇眼, 道德绑架我。 行, 你惹到我了。 我这种土都埋了半截的人, 最不怕的就是惹事。 我一把把调解员拽到了陆明面前。 对周明说, 我现在不善良, 我觉得调解员倒是很善良, 他一直在可怜你, 不如你娶他, 让他给你养老。 周明眼珠子转了转, 竟然真的同意了。 上来就去抓调解员的手。 调解员吓得哇哇大叫, 马上跑了。 这档节目也就不了了之。 我没想到的是, 没几天, 调解员再次敲响了我家的门。 只不过这次, 他双目通红, 神情憔悴, 身后也没有跟着摄像机。 我给他倒了杯水。 调解员对着我倾诉, 周明自那天后, 天天让护工推着他去电视台找他, 一来二去, 他被停职了。 他希望我能帮帮他。 调解员是农村出生, 在家里这么多年重男轻女的思想熏陶下, 即使他来到了大城市, 还是没能及时改变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一个妻子就是要服侍丈夫, 即使离婚了, 看在这么多年夫妻感情的份上互相照顾,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摇了摇头,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我跟陆明别说这么多年, 早就没夫妻感情了, 要不是我心里还有那么点道德底线, 我非亲手宰了他不可。 嫁给他这件事, 平白给我的人生增添了许多坎坷。 我只能自认倒霉。 虽然这个调解员之前做的事情不仗义, 但我也不想因为我们家这点破事, 毁了一个女人的事业。 于是我给陆锦诚连环扣, 终于把这个近期天天住在公司的大忙人, 喊回了家, 让他去处理陆明死缠烂打小姑娘的事情。 只不过, 为什么我在陆锦诚身上, 闻到了一股富裕的香水味? 是我多心了吗? 随着儿媳妇怀孕的月份变大, 行动越发不变, 晚上睡觉的时候腿肿胀地发疼。 我看在眼里, 却无可奈何。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去找了个按摩店, 专门找师傅教我按摩的手法。 虽然可以花钱找人给儿媳妇按摩, 但万一他晚上难受, 到底是不方便。 等我学了个差不多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儿媳妇并不在家。 奇怪了。 我打电话询问, 才得知陆明那头又闹了起来, 陆锦诚说不动我, 就把江阳带去先看他罢了。 我敲, 他有病吧? 江阳现在肚子八个月大, 极度危险的时候, 他让怀着他骨肉的媳妇, 去照顾那个 当年为了小三肚子里的孩子, 抛弃他的烂人。 我火速打车, 赶去了疗养院。 一下车, 我徒手从疗养院的栅栏上, 掰下一块衬手的木板。 见到陆明, 我就对着他猛挥, 告诉你陆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么主意。 天天跟儿子 哭诉护工虐待你, 不就是因为那些护工是难的? 你想换个女护工吗? 你想都别想, 你再闹一次, 我就直接弄死你。 你真是老脸都不要了, 让一个怀孕八个月大运度来照顾你, 但凡样样后续出一点事, 我跟你没完。 揍完了陆明, 我带着江阳离开, 那块木板我也没扔掉。 把江阳送回家后, 我抄着手中的木板直冲陆锦城的公司。 不顾其他人的阻拦, 我一脚踹开了陆锦城办公室的门, 结果看见我那个逆子正把他的女秘书压在办公桌上亲吻, 女秘书衣衫大厂, 春光无限, 气死我了, 这俩人, 我逮谁揍谁? 女秘书躲闪不及, 脸上被划开了一道血口, 陆锦城更是凄惨, 我对他连打带拽, 直接把他的衣服扯了下来。 他后背上一背的女人的指甲抓痕, 被全公司的人都看到了。 我直到累了, 才停下动作, 闭目休息一会儿。 女秘书哭哭啼啼, 陆总, 你看你妈, 还跟这个逆子告我的状。 我看向她, 你被辞了, 理由是作风不正。 陆锦城愕然, 想要求情, 妈, 淼淼她很可怜, 我又转向陆锦城, 你也是。 女秘书看起来吃惊极了, 想不到公司的实际掌权人, 根本不是陆锦城。 而是我这个老太太。 笑死, 我朱淑芬不发威, 你真当我是 Hello Kitty啊。 鉴于陆锦城的职位不可或缺, 我把原来看好的, 外派到分公司历练的副总调了回来, 由他接替陆锦城的位置。 说实话, 虽然我在公司耍了一通微风, 但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开心, 甚至心里堵得慌。 回到家, 我该怎么跟江阳说呢? 我叹了八次气, 对着江阳欲言又止, 江阳握住了我的手。 妈, 你是不是也发现陆锦城在外面有人了? 我震惊地看着他, 他苦笑一下, 一个女人怎么会感觉不到丈夫对自己的敷衍呢? 我都没有注意到,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江阳的酒窝了。 他好像很久都没有开心地笑一笑了。 他继续道, 但我觉得他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 我也不想让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 只要他耐改就好。 我南沿地点了点头, 心里却犹疑不定。 出过轨的男人真的能改吗? 毕竟有陆明这个前车之鉴在这里, 即使陆锦城是我养大的孩子, 我还是无法信任他。 陆锦城没法再拿着工作忙当幌子, 还是搬回家住了。 他舔着个大脸, 跟我说他跟他爸不一样, 他就是在外面放松一下, 他不会跟江阳离婚的。 呵呵, 我看见他就闹心, 我控制着想要扇他的手。 你现在有时间了, 你那个老畜生爹那么可怜, 你就去自己照顾吧。 陆锦城嘴角地笑江了一下。 妈,你说什么呢? 样样他现在怀孕了, 我在家陪陪他, 我最终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手。 轮圆手臂扇了过去, 我冷声骂道, 你也知道他怀孕了, 那你还逼他去照顾那个老畜生。 怎么, 我们婆媳两个就活该伺候你们这两个, 老畜生和小畜生。 我们自愿为家庭牺牺牲, 不是因为我们没能力, 是我们心思细腻柔软, 更爱这个家一点, 这不能成为你欺负我们的理由。 妈, 我没这个意思, 滚。 陆锦诚被我赶出了家门, 毕竟他爸那么可怜, 他凭什么不自己去照顾, 不过没去几天, 他们父子之间就产生了嫌隙。 想想也知道, 这么多年, 他们俩就没正经相处过几天, 陆锦诚一直凭借着陆明做得仅有的那几件事, 美化他在自己心里的形象。 真的相处起来, 他不仅在陆明的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父爱, 还会发现陆明是个多么自大粗鄙, 爱指手画脚的中年老男人。 不到一周的时间, 陆锦诚就受不了了。 他把陆明从疗养院里接出去, 送回了陆明跟小三生的那个孩子陆正强那里。 陆锦诚回到家, 声泪俱下地对我哭诉, 说他知道错了。 我嫌恶地皱了皱眉头, 许是父子基因的传承,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陆明的影子。 最后还是江阳出面劝我, 他摸着肚子柔柔地笑了笑, 妈,看在孙女的面子上, 让孩子的爸爸在家里多陪陪他吧。 我这才同意陆锦诚搬回了家, 只不过由于江阳运气不适, 晚上需要人照顾, 我就把陆锦诚赶去了客卧, 我陪江阳睡在主卧。 江阳晚上身子重睡得沉, 我却是个操心命, 睡眠前总是会听到隔壁嘻嘻嘻嘻的电话声。 我对陆锦诚的耐心也在日积月累中, 一点点被消磨殆尽。 我对着江阳小心照顾, 千房万房就是怕他出意外, 可没想到还是出意外了。 早上江阳醒得早, 为了缓解他的水肿, 我会陪着他在小区底下慢慢地溜一圈。 这天跟往常一样, 却不知从哪儿冲出来了一个滑滑板的小孩。 他的速度极快, 控制不住地撞倒了江阳。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完了,江阳当场就溅了血, 没说几句话就失去了意识。 我给陆锦诚打了无数电话, 他都没有接。 直到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陆锦诚才接到电话匆匆赶来, 扣子都扣错了几颗。 可我分明记得我跟江阳出门前, 他已经穿戴起整, 坐在沙发上了。 而且就是这件戴刺绣的衬衫。 他在电话接不通的时间, 干什么去了不言而喻。 这个逆子, 我冷眼看着他, 只是现在是在医院, 我不能跟陆锦诚闹起来打扰到医护人员, 只能压下心里的气, 容厚处理。 陆锦诚跟我装模作样地问了几句, 唏嘘了几声, 就掏出烟来, 去找医院的吸烟室了。 江阳的状况很危险, 我守在手术室的门口, 看着护士急急火火地进出了好几次, 听着里面传来的江阳的惨叫声,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初我生陆锦诚的时候。 我当时生了十个小时, 一度疼到我想直接死去, 一了百了, 可我还是挺过来了, 我对着手术室祈祷, 各路神仙求了个遍。 我不求母女平安, 只要江阳能平安就好。 她未来还有光辉灿烂的人生, 绝对不能就这么草草地死去。 好在老天开眼, 虽然孩子没保住, 但江阳没事。 江阳被推进病房的时候, 陆锦诚还没回来。 我去吸烟室找她。 哦, 在里面打游戏呢。 外放的话筒里, 还传出来女人的娇笑声。 好的很。 我一把夺过了陆锦诚的手机。 诶, 你他妈, 妈, 样样动完手术了吗? 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样样在过鬼门关, 你居然在这里打游戏? 我又不是医生, 守着又能怎么样? 妈, 我这就是太紧张了, 打两把游戏放松放松。 此时的我感受到了彻头彻尾的失望, 觉得他陌生又熟悉。 陌生的是他不像我心里的那个儿子了, 熟悉的是他的自私跟陆鸣如出一辙。 陆锦诚再一次被我赶出了家门, 将样躺在病床上十分虚弱。 我看他这样子, 没法开口告诉他陆锦诚干的混账事。 只是他看向病房门口的目光, 还是流有蹊跡。 再等等, 等他身体恢复得好一点, 我再如实地告诉他。 我一直找人密切观察着陆锦诚的动向, 他住了两天酒店, 就搬去跟小三同住了。 我恨得牙痒痒, 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养出这样的一个儿子。 是我的教育出了问题, 还是猎种长不出好苗。 在小两口结婚的时候, 我就给了他们最大的经济自由, 是故我也没法停掉陆锦诚的卡。 不过我也不担心, 他给小三花的钱, 我全都记着,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他们全都吐出来。 我跟江阳照常相处得很好, 即使没有陆锦诚在中间。 我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要是我没有陆锦诚这个儿子, 也能让样样当我的儿媳妇就好了。 前有人去赴留子, 今由我去而留习,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江阳的身体在慢慢地恢复, 下午夕阳好的时候, 我会扶着他下楼走走。 遇到的人都夸我们两个母女感情好。 庆家母对不起了, 你跟庆家公继续盲磕研就好, 我一定照顾好样样, 绝对不会再让那个臭小子欺负他。 夕阳染红了半边天, 江阳静静地看着, 半晌, 他偏过头问我, 妈, 你看过大漠的落日吗? 我摇了摇头, 随后握住了江阳的手。 你康复以后, 妈包飞机带你去看。 这话说出来, 我的心都有点挑了。 我节俭了大半辈子, 还是第一次这么奢侈。 江阳轻轻地笑了一下, 脸上出现了久违的久窝。 妈你知道吗? 前一段时间, 我跟陆锦诚这么说, 他说他忙, 让我再等等。 我皱眉磨牙, 这个逆子真该死啊。 看着天色渐暗, 夕阳落下, 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陆锦诚为了小三跟人争风吃醋, 被人打进了急诊室, 现在就在我们所在的这家医院里, 等家属签字。 哼, 真是天道轮回, 报应不爽。 我挂了电话, 没打算上去。 跟他爹一样的畜生东西, 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 还是江阳心善, 拉着我劝解, 毕竟是一条人命。 我才同意他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不过我们没在手术室门口等。 有什么好等的? 当初陆锦诚怎么跟我说的来着? 哦, 他说他又不是医生, 守着又能怎么样? 我询问了一下护士, 就打了个专车, 带着我漂亮又精致的儿媳妇, 去做美甲了。 江阳摸不着头脑。 妈你这是? 我学着陆锦诚的语气, 毕竟我们又不是医生, 守着有什么用, 不如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等他从手术室出来, 给他一个惊喜啊。 转头我笑咪咪地对着美甲师说, 给我们两个都做建构。 我跟江阳拉着手回到医院的时候, 手术早就结束了。 陆锦诚躺在病床上, 小三扑在他身上哭得梨花带雨。 江阳见到这番情形, 身形晃了晃。 我连忙扶住他, 咬牙切齿道, 我就说不该给这个小畜生签字。 江阳的眼里慢慢蓄满了泪水, 我轻轻为他擦掉。 回到病房后, 我把陆锦诚的事情, 一五一十全部都告诉了江阳。 江阳听完后, 好半天没反应, 就那么呆坐着。 我心痛不已, 抱了他一下, 轻声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也没想到我养的儿子居然是个畜生。 对不起, 陆锦诚伤害了他, 江阳的眼泪顿时如绝地一般滑落。 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 让他倚靠在我的胸前。 离婚吧, 不管你怎么做, 我都支持你。 在离婚前, 我陪着江阳找到陆锦诚, 要求他把在小三身上花的钱还回来, 毕竟那些钱属于婚内财产。 陆锦诚被我停了公司职务, 手头上很久没有进账, 现在我们问他要钱, 他的脸上闪过了一阵难堪。 他似是恼羞成怒地开口, 江阳, 你跟我妈胡说什么了? 嘿, 有脾气冲我来呀, 对着江阳耍什么威风。 我拦在江阳面前, 对着陆锦诚就是一脚。 样阳能说什么? 怎么, 你背着我还在外面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我把你赶出家门的事情, 样阳都不知情, 你少什么屎盆子都往他头上扣。 一脚下去, 陆锦诚就老实了不少, 看得出来他很不服, 但没敢再说话。 我们带来的律师对着陆锦诚列出了, 所要讨还的钱款。 在仅仅半年的时间里, 陆锦诚给他转账及赠送礼物的金额, 就达到了四十多万。 陆锦诚在那里还说什么, 四十万又没多少。 我被气笑了, 四十万没多少? 当初我们娘俩被你爸赶出家门, 你知道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多少吗? 一千八百块钱。 房租是我跪着求房东拖延半年再交, 我们俩才有了个弃身之所。 为了能养活你, 我辞了那份工作, 开始摆摊。 从凌晨三点忙到晚上九点, 那时候我一个月赚了五千, 马上拿出来三千给你报辅导班。 你看见陆明带着小三的儿子去游乐园, 你也想去, 知道我为什么没带你去吗? 因为小三发现我摆摊, 找混混把我的摊子砸了, 那时候我的口袋里还剩不到八十块钱。 现在你说什么? 四十万没多少? 陆锦诚, 我现在真后悔, 当初我就应该带着你去跳河, 死了一了百了, 省得你变成了今天这样, 跟你爸一样的人渣。 陆锦诚脸色一变, 随后低下了头。 妈, 对不起, 我也不想这样, 我是真的爱上了淼淼, 她很单纯, 不是为了我的钱。 我好像听到了一个笑话, 你说她心思单纯, 不是为了你的钱。 哈哈哈哈哈哈, 我原本以为我的儿子单纯, 现在看来, 你就是蠢蛋一个。 她不是为钱你给她花什么钱, 还是当小三好赚钱, 算了, 我不想污了样样的耳朵。 样样作为原配, 有权追回你花给第三者的钱, 把你的卡交出来吧。 为了让陆锦诚跟小三去过不为钱, 只要爱情的生活。 江样不仅带走了陆锦诚的卡, 还花光了他俩所有的存款, 给我买了一块百达斐利百万级的手表。 作为回礼, 我将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赠予江样, 当然生效日期写的是他俩离婚后。 陆锦诚被小三怂恿着来离婚, 到财产分割这一步的时候, 直接傻眼了。 他不可置信地翻着他跟江样几张卡的流水明细, 接着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江样, 是你, 你把我的钱转移到哪里去了? 江样你这是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我嘻了一声, 亮出了手上奢华的手表。 别胡说八道, 样样分明是替你孝顺我。 江样此时也对陆锦诚彻底失望, 冷着脸。 我看妈操劳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十几万的礼物, 我给妈买个贵点的礼物, 不过分吧。 妈, 你别被她骗了, 当初我们给了她一百万的彩礼, 她手里怎么可能没钱了? 对, 离婚的话, 你要把彩礼还回来。 我当即甩了陆锦诚一个大嘴巴子。 江样嫁给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眉, 你怎么有脸要彩礼的? 陆锦诚捂着脸, 目光怨毒。 妈, 江样他就是为了我们的钱来的, 淼淼说了, 他要嫁给我才不会要彩礼。 我痴笑一声, 就那个夏淼, 倒贴钱我都不要那样的儿媳妇, 他连给样样提鞋都不配。 你只知道我给了样样百万彩礼, 那你知不知道样样他父母用来当嫁妆的那项技术, 给公司每年盈利超百万? 我真怀疑这两年公司你是怎么管理的, 居然连谁是衣食父母都不知道。 你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 陆锦诚文言正住, 脸色变了又变, 离婚证领到手, 陆锦诚一分钱都没有得到。 我铁了心要把他赶出家门, 他没办法, 在楼下站了一阵又回去找小三了。 他早就成年了, 我对他已经没有了抚养义务, 爱滚哪儿去滚哪儿去。 我履行了对江样的承诺, 找到专业的团队后, 我们包机直飞大漠。 在漫天黄沙里, 我跟江样见识了落日的震撼, 真正体会到了大漠姑烟植, 长河落日圆。 回家没几天, 我们又飞去看无边无际的草原, 去小岛, 去古镇, 游览了大半个中国。 陆锦诚倒是比我想象的有骨气许多, 一直没有联系我。 直到有人给我递消息, 小三怀孕了。 哦, 原来是在给我憋大招呢? 我没理会。 毕竟每个女人都有生育权, 我没有权利去逼一个女人打胎。 即使是那个人是恶心的小三。 就算是生出个孩子来, 又能怎么样? 只要孩子的爹妈没死光, 抚养的义务就落不到我头上。 有时候会听到周围的一些人说, 我一个当妈的这样对儿子未免太狠心了。 狠心吗? 那就狠心吧。 其实想来, 我对儿子的失望很早就有了兆头。 大概从母亲节的时候, 她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你要是温柔一点, 说不定我爸就不会跟你离婚了之后。 那时我为了创业, 天天跟客户喝酒, 有人见我是寡妇对我动手动脚, 我只能拼了命去跟她打, 当时我是真的抱了同归于尽的想法。 好在那一嫁后, 不少人都开始怕我了。 为了生存, 我只能放弃温柔, 变得强硬起来。 我辛苦养育的儿子却觉得, 我应该用温柔挽留他那个 抛弃我们娘俩的爸。 我是强硬, 可江阳一直都很温柔, 他还是背叛了江阳。 所以从来不是我们有什么不足, 而是他们本就烂透了。 我但凡对着陆锦诚有一丝心软, 都对不起我那些年吃的苦头。 时光匆匆溜走, 转眼来到了半年后, 我跟江阳仍旧住在一起, 不需要儿子的存在, 我就有了一个儿媳妇。 这叫什么呢? 应该是拒绝中间商赚差价。 我是打心底里喜欢这个女孩子。 她温柔善良, 从不吝啬赞美, 每天都眯着眼, 夸我做饭好吃。 我有时候心情不太好, 她撒着娇冲我一笑, 我的心都要化了。 江阳的父母远在国外忙科研, 几年见不了一面, 这也就便宜了我, 可以继续跟江阳一起生活。 这半年里, 我把陆锦诚抛之脑后, 从来没有想去了解 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以至于陆锦诚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时, 我差点没认出来。 她瘦了许多, 脸上胡子拉叉, 看起来十分沧桑。 她怀里抱着一个皱巴巴的婴儿, 说那是我唯一的孙子。 我笑了, 笑到肚子疼。 我连儿子都不要了, 还要孙子干嘛。 她递孩子的手, 尴尬地举在半空, 垂着头继续说, 苗苗说, 只要你给她三百万彩礼, 她就同意你养小宝。 真是可笑至极。 这就是陆锦诚嘴里 单纯不要钱, 不要彩礼的女人。 生了个孩子, 真当自己生了太子了。 我冷笑一声, 做事就要关门。 我家不欢迎你, 请你哪来的, 回哪去。 陆锦诚连忙抱着孩子拦住了门。 妈! 我知道当年的事情, 你受到了很多伤害, 但这个孩子不一样, 他是你的亲孙子啊。 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索性开车, 带着陆锦诚, 来到陆正强的家门口。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孩子的存在跟陆正强一样, 都是你们背叛家庭的证据。 我从来不需要什么孙子。 恰好这时候陆正强喝得醉熏熏的, 对着陆铭拳打脚踢。 陆铭下半身瘫了, 跑又跑不了, 只能扒着窗户扯着嗓子求救。 救命啊! 杀人了! 儿子打老子桑尽天良啊! 能看到这幅画面, 一定是我积德行善换来的。 我对陆锦诚冷嘲热讽, 去吧, 跟你一个想法的人在内呢, 你带着这个小孩搬进去, 你们就能组成一个出轨男, 与小三儿子的四口之家了。 哦, 你顺便可以问问你爸, 当初三姐跟他的时候, 是不是也口口声声, 不是为了他的钱, 是不是也在他破产后马上跑路了? 总而言之, 我不需要你养老, 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的话说完, 不等他说什么, 我就一脚油门离开了, 留他在原地, 好好欣赏他自己未来的下场。 许是见陆锦诚没能要到一分钱, 夏淼壮着胆子闹到了我面前。 他可是你的亲孙子啊, 哪有你这么狠心的奶奶? 我不在意地笑了笑, 那我就当第一个这么狠心的奶奶好了。 人群中陆锦诚匆匆赶来, 夏淼又换了策略。 他一句一落泪, 是我不该妄想拥有诚哥, 您不喜欢我, 我走就是了。 希望您能看在 小宝是您亲孙子的份上, 好好照顾小宝。 诚哥, 是我配不上你, 你还是回家吧。 夏淼柔柔弱弱地站了起来, 擦着眼泪坐坐时要走。 我鼓了鼓掌。 你哥我这儿眼穷摇戏呢? 没人要拆散你俩, 出轨男和小三天造地设的一对, 没人有意义。 陆锦诚面色难堪地 扫了眼周围人的目光, 抹了把脸。 妈, 别说了。 我点了点头。 行啊, 带上这个女人 还有这个孩子, 给我滚。 无奈, 夏淼只能带着 满脸不愤离开。 路过我时, 她故意压低声音对我说, 老前婆, 等你哪天被车撞死, 你的财产 还不都是成哥的。 我笑咪咪地目送他们离开。 不得不说, 她这话倒是提醒我了。 哪天我真有意外, 也不能便宜了这个女人。 当天我就立好遗嘱, 交到公正处留存, 待我死后, 我的遗产将全部交到江阳手上。 至于我那个儿子, 呵呵, 给他留一分钱都对不起我自己。 我把以后家产都会留给江阳的消息传出去后, 夏淼果不其然地卷钱跑了。 其实陆锦诚现在在同行业公司任职, 工资不算低, 但小三牺牲身体, 显然不是想过平凡日子。 一个普通职工陆锦诚完全满足不了他的野心。 孩子对夏淼来说是寻找下一个目标的负累, 被他留给了陆锦诚。 陆锦诚只能一个人带着孩子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讲真, 我真觉得他很适合带着孩子去跟陆鸣同住。 我跟江阳讨论过我为什么会彻底舍弃陆锦诚。 不论是孝心外包, 还是出轨, 都是他自私自利, 没有责任感的表现。 许是环境影响, 许是基因遗传。 我劳心费力地养育他, 他却长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 我自认作为他妈, 已经尽到了全部责任。 他以后会怎么样, 跟我关系不大。 毕竟我拼死拼活, 半辈子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为了把后半辈子也搭给一个烂掉的儿子。 所以, 当断则断。 我还有大把时间去跟江阳一起, 踏遍祖国大好河山, 看遍万水千山。 现在宴回春暖, 正是下江南的好时候。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为什么现在把它ес干 quê?